主料,鸡蛋30克,搞筋粉210克,鸡筋粉56克,奶粉20克,主料,芝麻,水85克,砂糖42克,盐1 4分之1勺,干酵母2勺,汤重84克,无盐黄油22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汤重,加汤重部分的高粉放入盆中, 1点加入150克水,边加水边搅拌,搅拌至没有颗粒,放到火上边加热边搅拌,加热到65度离火,面固在搅拌时会有纹路出现,盖上保鲜膜降到室温后,放入冰箱冷藏制量使用,把所有这些全人进面包机里,等面包起来就拿出来分成6分,然后盖上一层保鲜膜,等面团再次变大后, 压住里边的空气,就可以抹椰酱了,抹好椰酱,接生4小块,一拧就可以了,造型做好后,放在一边到最后一次变大,最后,抹上一层鸡蛋液,再撒上白芝麻,烤箱170度15分钟就好了,烹饪技巧,烤箱温度时间需摸索,每开烤箱有不一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